好 我们现在就可以回到乔光华了 上一集的时候我们说 下回分解 我们不能让观众 上回书说到 这个乔光华呢 是这样子 就是他呢 你从他的家庭来讲 因为他的父亲呢 是一个当地的乡绅 有点钱 但是不是很大 不是很多钱 那么这个后来 所以呢他从小的时候呢 并没有这个受到 我们小时候受到那种政治啊 这种教育啊 从小的这种培养 他们都是文学方面的培养 和其他方面的培养 但是这种政治方面的培养呢 并不是很多 当然了 这个我们以前丘吉尔讲过一句话 说是你要是20岁之前 你要是不信共产主义的话呢 说明你这人呢 没有爱心 但如果你要到30岁了呢 你还信共产主义的话呢 那说明你脑子有点傻 这个意思啊 不是原话 那么同样也是一样 在当时的 像乔广华他们这些家庭出身比较好的 所谓的这个 有一点钱的子弟们呢 他们在20岁之前呢 也都有一定的这种的善心 爱心 同时呢 由于这些家庭呢 不是顶级的那种的逃生 所以的话呢 也受到这种大的资本家 或者大的这个权贵的这些的排挤 你比如说我太太的这个爷爷 就是吴双的爷爷 就是吴祖光的父亲 他呢 本身呢 在民国时期呢 也是很了不得 他是那个故宫博物院的创始人之一 他是跟着那个一陪鸡院长一起 去跟着陆忠林一起去接受故宫的 就是把那个当时他们把这个谱仪赶出宫 他们去接收 他们属于这个接收大员 所以呢 按道理呢 他们也都是相当不错的 可是呢 这个他们呢 也受到共产党 不是共产党 国民党的高层的这些 这个排挤 因为他的那个一陪鸡呢 是这个我太太爷爷的这个姑父 好像是 就是这种关系 所以他们一起进去的 那么一陪鸡呢 受到排挤呢 那么这个谁呢 这个我太太的爷爷呢 也就受到排挤 所以国民党里边呢 派系之争也是很严重的 那么因此呢 他也很恨国民党 那么你想他很恨国民党的话 那我岳父的也受赢奖 也很恨国民党 那个时候呢 但是他们家族呢 也是很大的家族 后来那个 就是由于被排挤吧 后来也丢了工作 后来他的工作 还是谁给介绍的 是那个 这个谁 这个张学良 张学良给介绍的 张学良找了 那个张群 当时行政院长张群 让张群给招的工作 但是尽管这样的话呢 作为这个 我太太的 他的爷爷的话呢 也对国民党 还是很有看法 那么我岳父呢 所以呢 对国民党也非常有看法 他们的年轻时代呢 就很有看法 就这样一批人 包括像小广华 他们这样的 周恩来 这些人家庭都是不错的家庭 由于家庭也受到这个排挤 然后呢 本身又年轻呢 受到一些这个 有爱心 也受到一些 共产主义的思想的这个影响 因此这些人呢 就参加革命了 很多这样的一些人 像那些 黄华呀 黄震呀 那家庭出人都很好的 都是有钱 都上大学了 这些人 都上大学的人呢 但是他们都是都追求国民党去了 对 黄震受过影响 那你讲到故宫博物院 当时还有一个国立历史博物院 你知道吗 那个我不太清楚 萧子生你知道吗 萧子生 萧子生 不知道 但我就对 萧宇你也不知道 萧三你知道吗 萧三我知道 萧三的弟弟叫 萧子生 就是萧宇 他是国立历史博物院的院长 那是应该是跟毛泽东一起 这个读书的时候一起讨饭 那就是萧三的弟弟 萧子生 萧三我非常知道 萧三的 这个萧三的儿子 萧梁 他是这个 跟我大哥同学都是电影学院的 他是 他是搞那个专门搞潜水摄影的 萧梁 那个萧三呢 跟我们家也是关系很好 他还有一个儿子叫萧和平 那跟我们关系很好 后来他原来取的这个刘婷婷 就是 就是这个 刘婷婷早一段时间死掉了 对 那个萧和平呢 跟我们关系很好 那萧三呢 有一件事情呢 就是 当时呢 是萧三不是文革 文革时候一直挨整吗 也是整的一塌糊涂了 他就想呢 怎么办呢 他就想一个办法 想给毛主席写封信 因为他跟毛主席是同学嘛 想让毛主席救他 那时候他也相当惨了 那么 这个呢 这封信呢 还是萧里昂 找我大哥 找了我大哥 然后我大哥呢 通过我嫂子 就是我原来的老大嫂 我不是小大嫂 老大嫂 我老大嫂不是学医的吗 他同学也是护士 就在毛主席 毛泽东身边 那个 那个 做护士的 跟毛也有那种关系 这个呢 就通过他呢 就把这封信呢 放到了这个 毛主席的这个 那个桌子 就文件 文件上面 毛主席就看了 看了以后就批了 后来就 就像萧三的问题 给解决了 这个呢 还是 还是我们家帮的吗 哎呦 厉害厉害 这个萧三 我刚才讲错了 他的哥哥叫萧主生 不是 这个萧三是弟弟 萧 萧三是因为我算比较了解 因为他后来是 毛泽东请他回去 他在乌拉圭 他就不回去 因为他在国民党时候是管文化古董 国务院 所以呢 有一次一个东西丢掉了 国民党说呢 是他偷的 他把他抓起来 要判断行 他是怎么回事 他一口气就 后来就离开国民党 到什么欧洲 然后最后面到了这个南美 但是因为他跟老毛 是一起读书啊 对 你开玩笑 所以他们这个 国民党里边派系之争 互相打呀 也很厉害 这个 也很厉害 所以他们这个兄弟 好孩子也好 为什么有好多人反对国民党呢 这也是有 有这些原因的 这个当然共产党这些问题 后来也存在 国民党这个问题也更严重 非常严重 都是难兴难地 难兴难地 说实在 两个党都是难兴难地 这个情况呢 我当时这个 肖三的事情 我还是比较熟 而且他们 他们家那个 肖三跟我父亲很熟 而且他这个 肖里扬跟我大哥 还是同班同学 不是同班同学 就是同学 就是同校同学 只过我大哥学导演 他是学这个什么的 结果上次你说红二代呢 在这个电影学院还真有几个 李陪陪好像叫 是那个跳芭蕾的 原来也是 后来好像没有干电影 这行 不知道干什么去了 他也是红二代 你知道这个 这个 开过大典 你看过那个电影吗 看过 那个里面有一个 这个米高杨 就是肖三代孩子演的 对对对对 他就是那个肖梁演的 肖梁 肖梁演的 肖梁长得像外国人 对对对 肖梁演的 那个开国大典呢 就是我大哥同学 就是法力天花开典 他妈妈就是外国人嘛 对对对对 他妈妈是德国人嘛 对 而且他很典型长得像 有点像德国人的样子 还是肖和平长得更帅一些 肖和平长得比 比他帅 这个肖三那家 肖三肖鱼 肖遵 我认识肖遵的孩子